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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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的彦 現在錄影時間是禮拜五下午的2點37分 小跌18點 今天行情很悶啊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可是個股也都有不錯的表現 只是整體來說 市場觀望氣氛還是比較濃厚 今天成交量1520億 比昨天1700億 少了200億 少了200億 雖然不多 可是持續觀望 大家可能都在等美國的選舉 那今天是川普跟拜登最後一次的辯論會 盤中大家應該都很關心 那可能過度關心之後 也忽略了該買賣了 希望是這個樣子啦 否則如果大家一直在觀望 一直不敢買 那就很可惜了 昨天美國股市上漲 每個禮拜四 美國勞工部都會固定發布 上個禮拜初次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上個禮拜增加78.7萬人 這個數字其實也是蠻恐怖的啦 因為在疫情之前 每個月每週增加人數 大概都是20到28萬 這個範圍裡面 疫情發生之後 曾經一度一個禮拜 申請失業救濟金高達350萬人 太可怕了 那現在慢慢降溫降下來了 已經降到剩下78萬人 可見得市場是慢慢在付出當中 就業市場的部分 那比上個禮拜 又減少了10萬人 所以美國股市昨天是漲 道瓊152點 納斯達克0.1% 沸騰半小體0.1% 雖然不多啦 可是我跟大家講過 隨時在投票前 美國股市都會在衝 你放120個星 我說四個個啊 我沒有因為大盤漲或大盤跌 就改變我的說法 沒有嘛 你看說著說著 美國股市一直在創歷史新高 沸騰半小體四個月前 指數的位置只有在1600而已 現在都已經來到2400了 對不對 這四個月來 我是不是一直這樣講 川普想贏 只有讓股市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尤其在投票前來到最高峰 市場行情漲漲跌跌 就是這樣的一個趨勢 所以不要太多 不要自己嚇自己 台北股市其實表現是更好的 雖然幅度沒有美國那麼大 可是來的相對比較穩 因為全球疫情越來越高漲 台灣是控制最好的地方 所以你應該要更有信心才對 行情越膠著 量越少 你越要怎麼樣 掌握正確的主流 因為市場資金一定是在最重要的話題身上 你看連續四個禮拜 我只講這四個族群而已 平概股 制裁中心收費股 國具 防疫管理股 我只講這四週而已 對不對 那事實上這四組 你有買的都有賺 有買都有賺 怕你不敢買而已 疫情越來越升溫 你看才一個多禮拜時間而已 從373萬人已經來到 從3739萬人已經來到4071萬人 每天38萬人的確診 很恐怖啊 接下來天氣越冷 疫情越會高漲 所以防疫概念股的佈局你不能缺 膽建防疫概念股普遍沒有昨天來的那麼強 行情起起落落 正常的 有下來 你要趕快鎖定佈局 焦點還在兩個族群嘛 口罩跟耳溫槍 口罩的恆大 今天是小跌兩塊半 這隨機的槍喔 背離訊號已經做出來了 這個就等140塊錢的平台一過 現在市場就是這樣 因為當大多數人越保守的時候 當沖反而變成焦點 每天成交量大概快40% 都在搶當沖 所以如果壓力沒過 暫時就供不出去 可是只要壓力一過 買單會全部擠進來 馬上就會爆量沖 那恆大的壓力在142的地方 所以在142只要一過 恆大就會加速囉 毛利率高達68% 今年每股獲利至少兩個股本以上 我估大概也有22塊錢 我估大概也有22塊錢 因為第三季的業績 第三季的業績13億 比第二季的12億又增加一成 那第二季已經7.2了嘛對不對 7.2如果再增加一成下去的話 第三季應該有8塊錢 那第三季有8塊錢 前三季就已經16塊17塊了 那16塊17塊如果 第四季持續維持高峰期 那搞不好全年24塊錢都有機會 所以恆大要特別注意 尤其接下來天氣變冷之後 疫情恐怕會更嚴重 很大 這股價已經休息一段時間了 已經是底部基優股了 不再是高檔股了 我鎖定的都是底部的 我不會跟你談長很高的 我跟你講長很高有什麼意義 沒用了嘛對不對 要從底部開始買 風險小利潤大 才能夠賺一個大波段嘛 最近兒溫槍的表現 一直都比口罩來的強 你看最強的好展 最強的好展 可是長高我不建議了 既然好展有轉落的味道 跌了3塊錢 但也不能因為跌3塊錢 就說它轉落啦 可是指標高了 你就要小心 松漢也是在高檔 所以我不建議這個東西 底部的泰博 從300回到180 你看這兩天開始衝上來了 很快就來到230了 這個量也開始逼出來了 耳溫槍的部分 目前還屬於落後的熱硬 欸熱硬我對八十幾塊一直講 現在已經去到97了也不錯啊 今天收到96 下個禮拜97.8只要一過關 熱硬會衝 這也是毛利率很高的公司 毛利率高達60% 而且第三季的業績 第三季的營收 再創單季性高 所以第二季7塊錢 第三季搞不好也7塊錢 那如果第三季7塊錢的話 那麼前三季就17塊了 前三季17塊 那第四季還在 高峰期 目前口罩跟耳溫槍 訂單都已經排到 明年第一季去了 所以業績 持續走高的情況之下 後禮拜九十七塊錢 也會衝出去喔 這本比只有四倍而已 很低啦 很低 所以防疫鋼鐵股的部分 你就全力注意這兩組 國劇整理也到尾聲了 國劇整理也到尾聲了 你有賣有錢啊 三百兩四塊就開始講了嘛 對不對 我買完之後就開始講 漲到三百六十六 最近在三百六跟三百五這裡震盪 在修正指標 可是日本兩大廠 春天製作所 太陽幼電 一直在創新高 我節日母年已經 已經給大家看過太多天了 我今天不想浪費時間喔 所以國劇 隨時下禮拜有機會再動 你看周線的指標 也是剛黃金交叉而已 周線也才剛黃金交叉而已 今年每股獲利 第三季業績大爆充 第三季的業績 220億 220億比第二季的134億 大幅成長 成長大概四成左右 所以國劇我大概估計 第三季的EPS應該會有12塊錢以上 應該會有12塊錢 那如果12塊錢的話 那麼光是前三季就已經24塊了 全年獲利有30塊錢以上的實例 30到32 比去年成長的快一倍 那股價還沒有動啊 中國表最讚啊 我說的都是第一步的 你可以放心的跟 對 制裁中心受惠股的部分 對 國劇制裁中心受惠股 最近最熱門的話題 當然是在制裁中心收惠股 這沒幾基嘛 一定是跟記憶體跟 晶圓製造有關係嘛 聯電台積電世界先進 後段封測的日月光 對不對 記憶體的部分 南亞科華邦店旺宏 對 群聯 這幾檔嘛 你看最近不管當沖或市場焦點 都一直圍繞在這個話題 跟我預告的一模一樣啊 都是四大主流裡面 對 台積電就不用講了 已經到歷史高點來了 那聯電 外資目標有的喊35 有的喊45 那不管喊多少 覺得那都不是重點 最重要的是空大四萬七千重啊 每天都一直在攀升 那你一直空一直嘎 一直空一直嘎 有什麼意義呢 對不對 但聯電的業績 上半年只有0.7 全年我估計 大概也不會超過兩塊錢啊 股價漲高之後 不建議大家去追 因為漲勢 會開始慢慢賣下來 那空單不減 但你要讓它回也不容易 可是利潤已經被受限住了 這兩天漲比較多的 華邦店 昨天外資賣五千張 可是當沖佔了55% 所以當沖的威力真的很恐怖 那今天成交量更增加到 37萬9千張 盤中都是499 499 499 一直在當沖 所以當沖本身來講 當資金一集中之後 也會加速行情的上漲 昨天美光漲2% 美光的表現 在美國股市裡面 昨天也是比較耀眼的 漲2% 那美光我在9月中 48塊錢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了 美國的法人 調高美光的目標價 58塊錢 當時在48 法人含58 所以提醒你記憶體力要注意 所以最近 南亞科也跟著美光一起上來 華邦電單也是 也是 那昨天 美國的法人 又調高美光的目標價 調高到60塊錢 所以昨天美光繼續漲2% 所以 記憶體這一組有美光在帶 你要特別注意 華邦電這兩天漲 因為消息 可以傳出來 制裁中心之後 Note Flash的部分 蘋果的Note Flash 轉向 從華邦電多拿一些 那華邦電本來就是 蘋果手機iPhone Note Flash的供應商之一 原本就有供應了 只是因為制裁中心之後 拉貨數量更多 那拉貨數量更多 其實 我個人覺得那個力量不高 因為華邦電一直以來 都是在供應蘋果手機 Note Flash 可是 供應了那麼多年了 獲利也沒有因為 因此而大好嘛 對不對 可是那是一個話題 尤其 空單也在賣 突然間 最近空單已經增加到7700張了 何必呢 看人家漲就要空人家 不然這樣啦 那華邦電單價格 屬於比較偏低價 可是獲利相對比較差 半年報只有0.16元而已 這也是我比較在意的地方 因為業績太爛 我跟大家講過 我只做底部的股票 我只做底部的股票 我不買 第一個不買高 我只買低 第二個 業績太爛的太投機的 我不碰 我只買賺錢很豐厚 很豐厚 業績很好 股價在底部的 所以華邦電單業績太爛 這是我比較在意的一點 反而望虹 今天開始破 年限 32.7週 開始兇啊 量比禮拜四 整整增加了10倍出來 整整增加了10倍出來 望虹的業績 就很頂尖 你看第三季的業績 第三季有110億 比第二季的92億 成長了兩成 比去年 119億 這個差不多 所以我大概估計 因為下禮拜一 望虹就要發布第三季財報了 我估他第三季財報應該會落在一塊錢上下 上半年1.39 如果第三季一塊錢上下的話 那麼前三季就有 將近2.4 你知道2.4 第四季又是出貨忘記 因為現在任天堂還 繼續擴大出貨當中 所以如果前三季就2.4 那麼全年3塊錢跑不掉啊 應該有機會3.2到3.3 那3.2到3.3 是不是比去年倍數成長 那你看 南亞科 南亞科第三季只有五毛錢而已 前三季2.18 2.18 望虹如果第三季一塊錢的話 那麼望虹前三季的獲利 是比南亞科增加的 比南亞科好的 南亞科目前股價已經60塊錢了 今天收到61.4 反而華邦店只有32塊錢 幾乎只有他的一半而已啊 對不對 那你在跟聯電比 聯電股價跟望虹差不多 連電上半年只有七毛錢 只有望虹的一半而已 所以只要比望虹都是嚴重落後 所以望虹要開始加速囉 尤其制裁中心半導體 No-Flash缺貨 望虹才是真正的大贏家 這點你不要忽略 所以後禮拜財報發布完之後 恐怕會有加速漲的一個機會 那再來日月光 我連續兩天一直提醒你 日月光要注意 地步已經出來了 尤其外資接下來 在作帳的過程當中 日月光恐怕會是最大的重點 四大持股裡面 外資目前持有台股 四大持股裡面 台積電76% 日月光70% 台達電69% 聯發科67% 日月光是排第二名的 那另外三家股價都已經到歷史高點去了 所以外資如果要作帳 一定是從它高持股的部位下去著手 這樣整個淨值 報酬率在拉升才會快 那這裡面只有日月光 持股第二名 股價今年還呈現衰退的 跌22% 所以已經漲到歷史高點 在作價空間受限 反而在低檔的 尤其負成長的 更容易被成為焦點 那今年再 如果說以獲利來看的話 台積電今年 業績成長50% 台達電成長13% 聯發科成長36% 日月光64% 也不是最高的嘛 本比也是最低的 所以接下來外資從日月光身上來拉績效做績效 動作是最大的 所以日月光一定要注意 日月光一定要注意 已經連續兩個月營收創歷史新高了 第三季的營收獲利也會創歷史新高 公司也預期第四季會繼續成長2-3% 所以日月光未來兩個月 如果外資要做績效 因為外資一定要做績效啦 今年外資做太爛了 賣了5000億 所以你航行漲了4000點 你怎麼這麼高 最後兩個月拉績效的時候 就會從它高持股的部位下去著手 所以日月光一定要注意 群聯最近越走越穩 越走越穩 一直在創高 隨時會衝出去喔 隨時會衝出去喔 我給大家看過 最近法人出報告 群聯今年賺四個股本 我估應該有五個啦 我估應該有五個 上看四百元 四個跟五個股本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轉投資的部分 賣掉子公司股權的部分 什麼時候能夠完全回來 如果全部回來的話 應該有五個股本以上 那你縱使四個股本 四百塊也沒貴啦 分比到十倍而已嘛 對不對 分比才十倍而已 所以群聯要特別注意 群聯也是底部完成會加速漲 你看我講的是不是每檔都是底部的 我不會叫你去買館的嘛 我不會叫你去買館的嘛 對不對 你看聯發科長那麼高 我也不會去講嘛 你要買你應該是底部 三百塊四百塊就要買了嘛 不是去到七百塊去買嘛 對不對 聯電也是一樣嘛 你如果真的想做的話 應該是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就要買 而不是漲到三十三再去買嘛 一樣的道理嘛 所以我推薦的股票絕對都是底部 開始 尤其業績很好的 尤其業績很好的 那平概股的部分 這兩天最強當然就是 郁金光 郁金光連山起兩天啊 外資昨天也開始歸對了 買了一千多張 將近兩千張 那郁金光法人的報告 在這兩天也出來 我也給大家看過了 法人目標價780元 法人目標價780元 預估第三季EPS十塊錢 第四季繼續創高峰 明年成長39% 但這個價格比較高 看你個人資金的實力 其實也沒規定說你一定要買幾張嘛 買個一張 花個50萬 買個兩張 花個110萬 也都可以嘛 這種股票跑起來也是很活潑的 所以對於高價股 郁金光有興趣的 一定要注意 平概股今天幾個重點 我們來看今天 我們來看今天的平概股部分 今天平概股指標股真頂 跌了兩塊錢 跌兩塊錢好啊 你看我138賣掉之後 我先跟會員講 132130 是很強的支撐 132130 你要求 可以 我對百里有開始說了 120 125 130 138賣一次 壓下來今天 132再撿回來 真頂後市會再漲 最近要擴大資本支出 所以對於明年度的獲利 會比今年來的更好 老闆說的不是說的 我只是重複老闆的一個說法 提供給大家注意 今天穩帽漲兩塊錢 穩帽現在量在縮 指標在修正 所以 還會再蹲一下子 不會太輕啦 不會太深啦 我們在禮拜二的時候 320元賣 今天312 再下來我會撿回來 禮拜天我會再撿回來 未來三年850億的資本支出 這個手筆太恐怖了 所以這是長期的個股 我會把它鎖定長為長期操作的標的 來回一直走 長期有夢的公司 你一定要長期注意 那原相今天漲兩塊錢 再等186的底部完成 已經四個月營收創歷史新高了 現在利多是一直出來 只是法人的動作一直不夠 連三四個月營收歷史新高 完全都沒做 加上任天堂快速在加速出貨 無限耳機也在加速出貨 所以原相隨時一點火 因為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基本面是一個方向 行情的波動要特定人進場 去操作 它才會有 比較大的一個波動 那既然基本面都已經具備了 那麼就等什麼時候點火 所以量要注意 一百倍就六口要注意 186過就會開始補漲 是原相的部分 今天雙紅也不錯 可是雙紅我跟大家講過 我對一百塊 公安兩百五十一塊 我就不講了 我說已經兩百五已經夠了 要休息了 你看最近是不是在高檔 所以最近我都不談雙紅 今天漲我也不建議啦 因為這一波我覺得已經漲到這裡來 已經兩百五已經到頂了 你要讓它休息一段時間 甚至於股價成績一段時間 它才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所以高檔股票我就不建議 我也不推薦 還是一樣鎖定四大主流 鎖定四大主流 平概股 制裁中心受惠股 國具 防疫概念股 你現在收定這四周就對了 最熱門的話題 最重要焦點 同時利用我們 新品上市好禮帶回家的活動 把全新的遊戲機 或者平板 或者iPhone12 一起帶回家 我們的負責線02-2392-3988 02-2392-3988 助理操作順利